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Cherry 12月4日 据一周刊等媒体报道 台湾检调连日调查向新夫妇在台的现金流及接触对象 并传唤相关人等道案 检调已将优爱德的创办人 也是台湾人的总经理张天豪请进台北地检署 对这个公司进行摸底 据报 优爱德公司2010年成立资本额只有2000万 主要业务协助广告主利用脸书LINE等平台投放广告 传闻以往业绩频频 但去年下半年突然变好 且每月花20多万元租下一百多平豪宅 王立强在澳洲投诚后曾披露 他们以向新夫妇为上级领导 在去年高雄市长选举利用网军带风向帮助韩国瑜胜选 因怀疑去年九合一大选后期 韩国瑜选举网络声量暴涨可能与向新等人有关 住在向新豪宅的网络新贵也成为调查对象 不过张天豪接受检调调查时强调 与向新夫妇只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 并且透过房屋中介交付租金 检调调查后将张天豪请回 并没有对其做出限制出境出海或交保等强制处分 据自由时报报道 张天豪目前还不在约谈名单内 检调部门也以侦查部公开为由不做回应 自称是中共间谍的王立强在澳大利亚投诚之后 王立强所指证的中国创新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向新 公亲夫妇在台湾被移送台北地检署赋讯 被限制出境出海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孟佩德指出 12月3日他得到准确消息 向新公亲夫妇自愿选择留在台湾 有关中共对其情报系统员工的不仁道待遇 孟佩德表示他还没有看到现今中国进行过一次交换间谍或特工的案例 如果间谍被抓住了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 孟佩德指出对被指派的中共特工或间谍来说 中共情报机构没有做你的后盾 12月4日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 中共中央原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次女 薄杰迎追悼会举行 正在狱中的弟弟重庆市委员书记薄熙来送上花圈 2012年4月10日薄熙来因王力军事件落马 现在秦城监狱服刑 今年73岁的薄杰迎病于2019年11月24日辞世 资料显示薄金银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1980年代 在美国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曾担任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副理事 薄一波原名薄淑存 山西定香县人 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八道元老之一 薄一波一共有四子三女 其中除了长女薄熙迎外 其余皆为第二任妻子胡明所生 他们分别是长子薄熙永 二子薄熙来 三子薄熙成 四子薄熙宁 四女薄杰迎 小女薄晓迎 2008年薄一波诞成100周年时 中共举行座谈会纪念 中共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明出席并讲话 薄熙来等人参加 伦敦时间12月3日 美国总统川普出席北约峰会 他敦促北韩落实无核化协议 并公开表示 如有必要 美国也会使用武力 有人指出 川普与金正恩已经见过三次面 而北韩似乎依然在开发核武器 对此 川普表示 我和他结交了非常友好的个人关系 所以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川普又说 我们的军事力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强大 我们是全世界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 我希望不会用到武力 但如果有必要 我们也会使用 川普还借着回答 北韩试射火箭炮的机会 再次调侃金正恩喜欢发射火箭 所以他才叫他小火箭人 朝鲜中央通讯社12月4日报道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林学竹等人 其白马登白头山 参观革命战基地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龙海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朴正川陆军大将 人民军各军总司令官和军长党中央干部 陪同金正恩参观革命战基地 金正恩指参观白头山地区革命战基地 目的是在面对帝国主义者空前未有的封锁打压活动 向民众灌输白头山的不屈革命精神 朝中社的相片显示 金正恩所习的白马与过往不同 马鞍和马具均配衬着金色的事物 韩国岩市大学的德勒里指出 虽然仍未清楚金正恩的计划 但登白头山的举动意味着外交窗口正在迅速的关上 他认为2020年将会是重要的一年 而且并非外交和峰会的一年 而是展示国力的一年 朝鲜新闻网分析员李敏英指 金正恩由高级军官陪同而非党官员 加上官媒其他近期有关军事的公告 反映朝鲜有机会转向较军事化的路线 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4日举行首场弹劾调查听证 邀请4名法律专家作证 与此同时 在伦敦出席北约峰会的川普 则继续抨击民主党和众议院的弹劾听证 川普说 把弹劾听证选在美国到英格兰 与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一些国家 商议北约重要议程 本身就很丢人 弹劾本身就是赃词 应该只在某些特定场合使用 他表示 自己看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弹劾报告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川普说 自己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两通完美电话 没有任何施压任何问题 他并且盛赞国会共和党的团结 他还说 自己的民调一路高起 预计民主党将在2020年大败 他说 如今发生的事 绝不该再次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 这绝对是我们国家的耻辱 12月4日 从伦敦发出的报道说 目前拥有29个成员的 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外交官 也不清楚 北约是否能胜任应对中国的任务 报道说 在本星期的北约组织成员国峰会上 北约所展示出来的内部分歧和情绪破坏 使这一任务变得更加艰难 美国带头主张北约要更多的关注中国 并相信其欧盟国大都同意美国的这种主张 许多欧洲国家也越来越关注 中国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力扩大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说 欧洲国家越来越认识到 中国迅速扩张的军力构成的挑战 其表现包括超音速武器和航空母舰 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腾伯格 则在伦敦指出 中国军费支出数额之大 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 他说并不是北约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南中国海 而是要看到中国正在接近我们这一事实 他指出 中国在北极地区非洲的活动 以及在欧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 然而 路透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北约国家外交官的话说 有些盟国可能是为了讨川普的喜欢 而把中国说成是北约的下一个敌手 但大部分欧洲人知道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国家利益 路透社的报道说 在美国呼吁北约盟国更多关注咄咄逼人的中国机器 法国总统称北约已经脑死亡 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总统则购买俄罗斯武器装备 美国总统称国防开支不够的盟国是赖账 12月3日在巴黎世界教育论坛上 马云呼吁改变教育前先改革考试 马云表示我们要改变教育的KPI 要对考试进行改革 如果考试是唯一的KPI 教育就不会是正确的方向 以前自己问过来自中国的高中学生 你们的兴趣和目标是什么 结果回答不知道 只想去大学 但去大学要干什么也不知道 马云称 上大学不能保证你肯定有工作 在阿里巴巴招人不取决于是哈佛还是MIT毕业 而是一个人愿不愿意去学习和创造 关于文凭 马云表示这只是学费的收据而已 真正的文凭是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中奋斗得来的 并在自己六七十岁的时候得到证明 在分享中 马云多次强调了老师的重要性 我的英语是数学老师教的 那时候中国根本没有足够的英语老师 他上午去学ABC 下午就给我们上课 但是他跟我说 马云你的发音很好 我备受鼓舞 一个比我早半天学习英语的数学老师 他靠的不是知识 是智慧 马云说 教育就是未来 我们应该给老师最高的认可 最好的待遇 这样他们就会尊重工作 尊重孩子 好老师可以一辈子至少帮助200名学生 一个校长可以支持100个老师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老师 我希望我的最后一份工作 仍然是从事教育 希望我可以和大家一起 为教育的变革而努力 以上是本期万维微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i know you i know you